7月19日英国首相强生在批评和质疑声中宣布全面解封 几乎解除了所有防疫限制 民众不需要遵守社交距离 在绝大部分公共场所也不用戴口罩 然而出乎许多人意外的是 英国的中共病毒感染率竟然持续下降 从一周前的单日新增近4.6万例 降至周二的不到2.4万例 不过强生仍然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 参加一些比较好几乎 但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不让我们不让自己 赶紧的结果 第四步的几天 人们都必须保持续持续 这就是政府的接触 参加认为学校放暑假 天气高温炎热 都可能是英国近期感染率下降的原因 此外数据也显示 接种疫苗正在对减缓疫情发挥作用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